这件事情足以让一个总统 一个让三军统帅 在那一个场合 失去了他的这个稳定的情绪 我觉得他自己是有点心虚 或者是怎么样 就觉得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威严 所以才会这样喊出来 我们在面对一些长官的时候 当一个长官这样说 你看我怎么不站起来 我们就知道这个长官 其实心里的底气是弱的 他希望你用行为来表示 对他的尊敬 对 even他也知道你心里不一定尊敬他 但是他就是希望用威严来压迫 你要去用强硬的领导 就代表其实底下的人开始不服你了 你有点管不住了 你才会用比较强硬的领导方式 去这样子呈现 不管我就是三军统帅 听从我的指挥 对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他心里的弱点 在这一个行为里面 我觉得完整的展现出来 赖清德在领导统帅上面 他其实现在没有抓得很紧 很多漏掉的地方 应该是他很想抓很紧 但是因为他的手都是缝 沙子漏光光 其实这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说赖清德真的搞了半天 最近还搞了一个黑熊部队 40万民房站起来 但似乎好像没有什么用 而且我是必须都跟大家解释说 将军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严重 因为大家说 Why so serious 对吧 有那么严肃有那么严重吗 你要想第一时间被骂的是谁 是顾力凶 喂喂喂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是 这个时候放出来 我就会居心叵撤 我今天好像访立将军 立将军说 这就是内部在斗争 那这个斗争的事情 就同桌的人有不爽啊 斗争的事情 民众党经验是最多的 没有那么多啦 民进党的经验比较多 但这个事情是不是本身 还是回归到一个关键 就是赖清德从上了以来 这种斗鸡性格 其实让很多人觉得其实没那么可怕 对 就是大家一开始觉得 哎呦他是党主席 然后又是这个 很难搞 或者是这个很固执极健的人 那上任三个月之后 哎呦 这些民进党立委 就觉得 好像也不是真的管得住嘛 就开始有人就躁动啊 就是那种 这个小学老师在管秩序的时候 开始有一个人躁动 哎呦有人管不住了 这边也躁动了 这边也躁动了 结果开始有 就全班大概都管不太住了 我觉得现在就有点这种感觉 那他今天推出了这个 40万民兵资源 我觉得他也没有在民调上面 讨到便宜 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觉得 你弄这个干嘛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 比如说买武器 跟美国多要一点先进的武器 来防守我们的国家 而且最近这个 以色列跟巴勒党战争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 看到那个画面啊 其实真是蛮恐怖的 大家不会想说 如果你都要用到民兵了 那台湾到时候已经是一个 怎么样的就是状况了 才会用到这个民兵的资源 的军事行动 大家不想要看到那样的状况 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 你提这40万的民兵 来资源军事行动 是会得到民调或者民意的支持 所以你看至少将近六成的人 其实是不赞成这样的训练 那赞成的大概只有30%的网友 其实不多 而且还比赖青人自己的选票还要少 他是40% 只有30%不到的人赞成 代表其实民进党的人 他们也有人不赞成 这里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什么 就是说40万民进防军的部位 到底是哪里来 那当中就是替代意识主力 27万替代一大堆 可是替代以前很少叫招啊 你这样搞那不就是要打内战吗 现在替代意识生气 我都当替代意识啊 我要去叫招 对啊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大概也是快40出头 所以他们以前也当过替代意识主力 我当替代意识就是不想要 你现在要把我召回去 那我刚出的蛮那么累 有时候当替代意识是蛮累的啦 那他们当替代意识也是这个 因为反正就有这个选择嘛 他们也是 我就选择当替代意识 国家说可以啊 那国家当初跟我说替代意识 不会啊 这个当然就是讲法说不会叫招 比较不会叫招 比较不会怎么样 那叫招都是一般当正常兵 或当预官预事的这些人 那你现在再把这些人找回去 就是人类就是这样 你当初没有跟我讲 你现在要我付出 我心里会不会送 就像刚刚讲的电费一样 所以真的 他这些事情真的只会在 民意的基础上面哦 支持都会再往下再掉 那我相信 你现在掉几趴 我觉得 我觉得比如说 现在是因为这一份是 九月底嘛 如果我觉得十月底 那一份民调 应该还会再往下掉一点 因为立院在这个月的争吵过程 我相信第一个 人事同意选不会过 预算很多东西也不会过 对 那我也疑问就是说 像这个目前来说 民众党对于这个民防的力量 那以前可能还有一些空间 那现在感觉起来 是完全不会接受的 我觉得民众党也是觉得 应该说当然全民国防 赖清德的B站 就是这个爆台 我觉得你要 它不是B站 国防安全有很多的层面 有很多的层次 那很多行政官员能够 比较轻易去做到的事情 你不做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很多美国的军售 我们钱给了 那它的东西都没有到位 这点你可不可以去要求 这点对于 国防的安全上面 第一到关卡 你先做好 你到了民防都已经 讲白你真的会用到民防 就是人家已经登陆了啦 对 那民众就会觉得 我当然会有要保卫国家的心 但是当国家告诉你说 你要准备 开始训练这些战斗技 格斗技 或者是这些民间防御 或者是这种简单的包扎护理的过程 大家会觉得 你是不是第一线都防 你都觉得第一线防不了了 才会来跟我说 要我自己自立自强 你第一线要防好 我不是没缴税 我不是没有给你国防的经费 我也不是反对你去买美国的军售 你美国军售要到位 该买的要买 我的飞弹要到 人家以色列很丘 他们有天穷的系统 人家打进去以色列的飞弹 都被拦下来 请问台湾 我们有什么系统可以把这些 我们可以比照以色列这么凶 就我们凶狠吗 没有我们买得到吗 买得到人家愿意卖我吗 那就是你国防单位可以去努力的 民众的民调是认同 你国防部的这些钱是可以花 而且该军购 大家是同意的 那你这一点为什么不去做到 然后反过来告诉我 你要民防 你要赶快准备这个 家里要准备着刀子 会战斗技 要这样子 心里会觉得怪怪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第一线防不好 然后叫我来防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确实 我们来看下大红市超级有眼 实在阿伯的罪不是图利 也不是贪污 是没有选上副总统 所以有罪 没有选上副总统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问 难道在家里 好好的吃饭不香吗 一定要看手手吃火锅吗 没有我觉得一开始也跟大家讲 就是柯文哲就是堵他两个月 然后检调找不到任何证据 然后如果只用图利来办的话 对于民众党就是一个辩论上的优势 因为图利是与否就是行政单位可以上 就我刚讲的 黄山山可以进法院吵一点 那你在还没有起诉之前 你在外面吵我觉得真的没有用 就是进法院跟大家吵 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你再来吵 那个才是最有用的 你现在吵真的没有什么用 检调才不会理你 好吧现在吵其实不是不理你 检调会默默收集你的公文 作为陈唐 你曾经行文 这是你讲的 而且这个人家也让他回 就变成你的劣势了 变成你被拿来攻击的点了 OK好 那我想这个赖星人的民调下午 可能是他最近放缆的一个警讯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 他要在大法官人士 SCC等等 可是这样的放软 你刚才说到可能柯文哲不会放出来 那他们要怎么 我希望只要早点放软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不会这么早 我的意思是说绿营现在跟民众党 似同水火这样的状况 那原本一些有绿立委 像黄山塞他还有空间吗 我觉得现在的立法院 绿白合作的机会几乎是零 谁现在去支持绿营 支持叛徒 会被视为叛徒 不是被视为叛徒 不一定是叛徒 那可能如果你主动跟绿营说 要谈合作或者在法案上 或者是甚至在原本在一档 要讲好的要砍预算的东西 你给我跑票了 那你就会是这一波里面 大家踏伐的对象 我不一定是犯人 不一定是罪人 那大家民众很支持的 大家会觉得你在搞什么 人家在弄你的主席了 然后你在那边还跟人家合作 大家会看不太过去 所以我觉得立院接下来这三个月 因为立院九月底开议 接下来到十二月底这三个月 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这一期的预算是 赖清德第一次做的行政的预算 就是他想要做的事 他选前承诺的事情 都在这一期预算里面要审 那蓝白给不给过 那就是看赖清德的诚意了 所以他才派出了这个如荣泰 来瞧 一开始瞧就是人事 一开始再来瞧 这个程序委员会要排案 开始来瞧 因为瞧不过 很多预算当然是 不像绿营讲的 是说都不能执行 就是既有的会持续执行 新增的 那新增部分大部分 就是赖清德自己的政绩 新增的部分就不会执行 他当然担心 说全部都是旧的 那就是蔡英文的政绩 蔡英文找我讲好的事情 没有一项是我赖清德 要做的政绩 那我要怎么样在民调 或者在这个支持度上 展现我的魄力 那没过他就糟糕了 所以他现在很担心 那请周龙泰 先来跟韩院长瞧看看 瞧不容我就不知道 他要怎么做 民众长会接受这种摩托吗 就要看他们 有没有妥协一些部分 因为就我了解 第一个程序委员会 就是有些该编的预算 没有在法定该编的预算里面 那再来很多 我觉得民众长 就我了解 应该很多宣传预算 会稍微觉得 这不应该花 那再来很多 比如说我举例好了 像蔡文政府期间 那个文化部 是不是有一个 那个台湾plus 就是有一个叫公司 去大外宣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一直 就是每年好像花了十几亿 我觉得这个预算 必须要好好的审视 就大内宣的钱 其实不是只有宣传费 还有很多不必要的花费 那在这个三个月的会期 我觉得蓝白都要把这些预算 好好给审下来 那再来刚刚讲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超市案的 持续的调查 我觉得真的会对于执政党 对于在义党 都是一个工坊的焦点 可惜这是这个 我们国会的调查协被没收了 当时就是林国臣 他们要弄一个超市 从这个 专案调查小组 从调阅小组改成调查小组 对 调查小组 结果直接 按暂停键 不准查 违宪 赖青人大决 违宪 违宪乱政 我看到今天是哪一家媒体 封传媒还是 这个什么UDN 他们出一间 违宪 这个违宪 动辄违宪乱政的时代 这非常的 所有立冤做的事都违宪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